我没见过北州省 没去过北州省 每个七国人也有 不能随便看的 这是一个他们公开的地方看 对 所以对他们的了解的肯定不多 但是我那个人 这个七国四五册 然后比较随便去看看 特别他们封闭的地方也七国 就这样 这个没办法跟他们交流 为什么 怎么说怎么理解 说实话 我二十多年之前在中国的时候 跟你们聊天 现在的情况还不一样的 哦 明白吗 这个意思 明白 不太明白 他可能明白 明白 你说说 那个当时二十多年前 很多中国人 害怕更外国人接求 哦 我明白 我明白 不说话 没办法理解 虽然说的是同一种语言 对 但是很多心理有有有有有有个墙 对 哦 仲先生跟我说 他希望朝鲜 改革开放 像我们 因为他在我们这儿待的时间长 那么 在我们这儿捞到好处了 对 就没到北朝鲜 捞到好处了 所以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 中国如果 中国的东北崛起了之后 对 加上我黄海海平原的四亿人 和东北的一亿多人 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你想想 容纳朝鲜半岛的七千万人 对 那完全可以容纳 所以我跟你说一下 对 你现在的这个战略 我发现也是全球进入了新世纪 对 大家全是个business 对 去谈什么都是谈生意 好像最所向无敌的策略 就是咱们坐下来谈生意 就这样就应该 对 你看你就是生意 对 可是呢 我倒还很感兴趣 比如说政治制度不一样 对 那你们觉得 他们那些什么主体思想 韩国人懂不懂 他们在信仰什么 理解不理解 对 我这个 因为我那个体制 这个在中国到 这个生活中了 多少年当中 什么中国是不是 社会这个国家 我是成长 成长到这个 这种这个国家成长的 对 我这个台湾一段时间 还去过一个留学 哦 去过台湾 当然 然后呢 我这个感觉上什么呢 什么主义 什么主义好 老百姓求饱了 最好的主义 所以关键是他们 现在 我这个不知道 他们这个领导 金正月啊 怎么想啊 这个老百姓太穷了 没有什么 求的东西 我就看这个 为什么呀 大家都求饱了 生活好了 大家都好吗 但是他们现在不是 也在说 让人民吃上肉汤 就是这个金正恩吧 专门讲到 就是这个炮弹 没有粮食重要 是吧 这是韩国的 已经变了 而且他们也经常 来到中国来看 比如今年 今年来了好几次 到大连呀 什么看 其实这里边 郑先生说 对 就中国自己 如果说能做 做的比较大的话 那么自然 像因为像朝鲜和韩国 它毕竟面积有限 它的市场也有限 我今天看韩国预报 朝鲜的这个出口贸易 是要占85% 对外依存 也就是它的经济 是有85% 是靠出口 那你想咱们这么 朝鲜出口什么呢 不是 就是韩国 当然朝鲜 早晚也得是这样 因为它12万平方公里 都是山 2000多万人 早晚也得走这个 那出口 朝鲜也好 韩国也好 将来都是得要向中国大陆出口 这是肯定的 最大的市场 对 那么我们将来做起来之后 等于相当于你们两家的人 都在我家打工 我来给你们说 不要 小军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中国任中而道远 对 要发展好中国的经济 对 发展好中国的经济 顺带着把朝韩问题都解决了 要推进125 对吧 郑先生 我还是想知道 就是说 因为不了解 因为隔膜 有时候会产生很多恐怖的这种猜想 对 比如说 在韩国人心目中 是不是会觉得 朝鲜可能是个随时要发动战争的一个国家 分分钟都得防着 肯定有这种想法 心理上的压力 什么样 因为他们经常闹售 那么你们会 比如说一发生冲突 你们的本能的 咱就说屁股决定脑袋 你们想 是不是你们就会认为 肯定是北边的先挑衅 你们不会认为是韩国的有什么错 对吗 但是事实呢 事实当这一次的 就11月23号的这一次炮击训练呢 其实原来可能也会有过 但是他在特殊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就是李明博上来之后 他对朝鲜比较强硬 推翻了金大中 陆武炫的阳光政策之后 朝鲜可能要给李明博有一个教训吧 那么这样的话 当然你在沿平岛发射炮弹 确实可能落到朝鲜人的领海里了 那么朝鲜很有意思 用了他比较四五十年代的炮 就是1943M194376火炮和50年代的这个BM21的122的火箭炮 去打韩国最先进的火炮 韩国最先进的火炮 韩国那个火炮发动机是德国的 然后这个炮塔 这个整个的控制系统是英国的 然后底盘变速箱是美国的 但是我记得就这样 还把你们韩国一个火炮打哑了 打三个 打三个 而且韩国的御林军是陆战队六旅 叫黑龙部队 黑龙部队 就相当于人家的炮灰部队 把韩国的御林军给打倒了 这是为什么呢 您觉得韩国人觉得这么脸吗 谁知道吗 我们都没准备好 肯定是没准备好 他要怎么准备 就是这种突发的事件 所以这次我们新上的国防部长 什么这个李明波 肯定李明波有这个意思 不管是李明波的意思 民意就是变化 有这样的了 您干到底干什么呀 为什么这么这样 就没准备好 但是呢 我就觉得这个民意也很有意思 民意一方面有自尊心 就是我们不能失败 对对对对对 可是另一方面 民哪是最怕战争的 没错 包括对方的有核武器 你这一打起来谁遭殃啊 你们难道真的想 这个怎么说 这个我看这个很复杂吧 太复杂了 这个说起来 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又要试试威 你看啊 这个一种说那个同胞嘛 是不是 那个人家都说那个 你们生在这些韩国有这个几百万 几百万个人都有亲戚在北朝鲜 在北朝鲜 所以有一种同胞的一个感情 同胞啊 共产国家是不是 所以这个 那个要这样 因为两个感情都存在的 很 都肯定 很纠结 很纠结 真是很复杂 对 但是你比如说他要 我就想啊 要是真的擦枪仇火啊 要是打起来的话 你们感觉谁能打赢呢 那肯定啊 我们韩国赢啊 对 在中国韩国赢 不会讲 对 百分之百云啊 对 咱们就这样广告 江江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中高级车新坐标 全新天籁 创世登场 敦风日产天籁 敏感来自五千年文明 激情来自万里河山 文化传新火 十更往未来 五叶神 韩国人觉得韩国肯定赢了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中国军事迷也有分析 我那天听他们讲 就说海军什么空军 这个不能比韩国好像实力强大 但是说陆军呢 有一拼 对 而且呢 尽管你韩国武器强大呀 但是说朝鲜 人家你朝韩国的问题主要是首都啊 太接近战头 火炮当时就能把首尔打成一片火海 你们不怕吗 一千多一千五百多万吨的炮弹 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落下来 而且他那个里边有八十年代啊 部署了一千一百枚的 一千一百门的火炮 这个火炮呢 其中有七百多门是一七零这么粗的 还有四百门左右是这个二百四十毫米的火箭炮 这样的话就是 一个小时之内 上千万吨的炮弹就砸到首尔 而且都都打到首尔 炮弹是不好拦的 当然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这还说了资本主义的人呢 他怕死啊 资本主义腐败啊 社会主义的人都不怕死啊 跟您跑啊 对 而且一旦你想把汉江大桥炸断了 那会不会出现首尔出现彩踏事件啊 我这个这样一旦你说那个 这样那个发生这样大事情的话 那个可能可能是那个 韩国的首都啊 什么经济道啊 这个首都附近的那个经济 各种这个设施啊 都复杂 这可能是有可能有这样的 嗯 那个有一个我看了一个报道那个 这个有一下首落是三十多万个人 对 有这么有 预测就是 对 你老家是在哪啊 府山啊 在南北啊 还在理解安全 钱炸不着呢 关键有说必胜 但是我说什么呀 意思了 后来那个韩国也有那个各种各种军事武器啊 对 肯定有反击那个北朝鲜那边 对 现在李明博干的就是那个事 所以如果这个 但那个争斗趴上冲突的话 那 那平壤啊 什么北朝鲜全部都完了 你小时候经历过战争吗 你这个岁数 没有 没有经历 但是听老人讲过朝鲜半岛的这种 对 但是我还记得有一个很有意思 就前几天啊 这个朝鲜半岛紧张的时候 日本的首相兼职人说我们要到韩国去撤侨 然后韩国还急了 对 为什么你们就那么恨日本人 和中国人一样的吗 对 为什么 我告诉你啊 如果打起来之后美国人一定要 韩国还不让日本人去 不让日本人去 要打一块死 不让日本人进他们那 哦 不让进他 我认为不允许日本撤 撤走他们撤 就是觉得他们 因为被殖民了五十年吧 啊 我告诉你 要打起来美国人一定要介入的 也按照你说的 有条例 那么美国人介入就会用日本人的基地 对 这个日美安保条约第六章里有 那么日本人迟早要介入 那这就是个万家 这很重要 还是打得起来 是吧 对 就是 好 好 好